很多人都是通过如意正认识的和红衫,作为太后甄嬛的一颗棋子,她通过弹琵琶来吸引皇上的注意,结果如愿得宠,位分不高,却特别的保骨,还敢欺负高贵妃。 大家都管她叫做小琵琶精,一方面是因为她擅长弹琵琶,美惑皇上,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角色有点坏吧,不过小琵琶精有几分色倒也是事实,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她长得像赵丽颖,一张娃娃脸她配一双大眼睛,非常漂亮,小琵琶精的一生也是挺悲惨的,所以大家既恨她,又心疼她,小琵琶精不光长得好。 好看,本名也挺好听的,和红衫凭借自己的努力,资源也不错,出演了新凡天龙八部当中的爱子,可以说很期待这部新剧了,不过11月自治下午,却有消息传来称,她在丽江拍摄的时候,被马给甩了下来,当场全身都不能动弹,并被紧急送到医院室了,而且马用的是赛马,当时没人牵,现在,这匹马, 已经跑得不见踪影,剧组都在找,一次和红衫的经纪人在朋友圈发表了动态,多事之秋,God bless you,不过有网友表示自己微信引起某某人经纪人,然后发一条这样的动态也不是不可能,所以存在造谣嫌疑,现在这个社会造谣成本太低了, 而且铺天盖底都是,大家都已经成条件反噬了,后来金庸影视剧关注,祖果然出来辟谣,大致意思就是他们已经联系到了剧组,金正石,和红衫最满这件事事实时,但并没有全身不能动弹这么夸张,只是软组织受伤,受到了惊吓,并没有传言那般严重, 该博主还幽默地感谢了造谣者,将大家知道了天龙八部,的马戏,是实实在在的骑马,而不是抠图之类的,博主还嘱咐何红衫早日康复,晚上八点多,何红衫自己也出来跟大家报平安了,之前有许多人都在骂剧组不负责任,但是小琵琶心很暖心地说道,大家放心,孩子现在还好,谢谢大家的关心, 也感谢天龙八部剧组的照顾,这一摔可把何红衫摔上了热搜,粉丝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担心,看到何红衫亲自报平安,大家这才放心多了,但还是千叮咛万嘱咐,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,保护好自己,其实粉丝们还是很善良的,小琵琶精没事就好,不过摔下来肯定很疼,希望他好好养病,把戏拍完, 这部新天龙八部虽然都是用的新演员,但是颜值都好高,非常期待了